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5年张子怡和汪峰结婚的消息传出来后 很多人都不理解 这两个人看起来并不相配 为什么张子怡会选择嫁给三婚的汪峰呢 对于这个疑问 其实张艺谋说出自己的看法 1979年张子怡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家庭 小时候因为身体比较弱 母亲就把她送去学舞蹈 11岁时 张子怡考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这段经历为她以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张艺谋在筹牌我的父亲母亲时 到张子怡的学校去挑选演员 一眼看中了人群中的张子怡 被张艺谋看中后 张子怡出演了这部影片 凭借电影中的朝地一角张子怡一炮而红 成名后 张子怡又主演了《卧虎藏龙》 从此成功积身好莱坞 在事业方面 张子怡无疑是成功的 不过在感情方面 她的经历却有些波折 25岁那年 张子怡在一场慈善晚宴上认识了霍启山 晚宴结束之后 霍启山就对张子怡展开了追求 不过这段感情维持了两年 就无疾而终了 第一段感情结束后 张子怡又遇到了一位名叫艾维尼沃的外籍富豪 两人经过朋友介绍相识 这段恋情比较高调 据说当时都已经订婚了 在结婚前夕 艾维尼沃突然拿出一份婚前财产协议 张子怡觉得对方不够尊重自己 于是分手 这段恋情结束后 张子怡回了国内 在参加某档节目的时候 张子怡和撒贝宁开心互动 后来还被传出两人恋爱的消息 不过当时双方都没有做出回应 2013年 张子怡和汪峰认识了 汪峰出道时间比较早 在音乐圈确实很有名气 不过在遇到张子怡之前 汪峰曾有过三段婚姻 身边还带着一个女儿小苹果 据说张子怡和汪峰恋爱后 张子怡的父母强烈反对 他们觉得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三婚的男人太不合适了 而且婚后还要当后吗 当然了 最后汪峰用自己的诚意 打动了张子怡的父母 获得了他们的认可 2015年 汪峰和张子怡结婚了 其实大家对于张子怡选择汪峰的原因都很好奇 多年后 张艺谋曾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出了真相 张艺谋和张子怡曾经和做过多次 对张子怡也有一定的了解 她说如今的张子怡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 名利对她来说根本不重要 她最想找一个能给她温暖的人 而这些需求 汪峰都能满足她 汪峰和张子怡能走到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情感上能引起共鸣 两人兴趣爱好一致 婚后的张子怡明显更加温柔 张子怡为汪峰生下了二义女 加上小苹果 一家五口过着幸福的生活 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在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请开吵不可 请了 网友